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劉丹 今天我們要看網站的網站 謝謝大家 今天這支影片呢 是我們久違的愛用品 久不久了 全然撿得不見 已經是秋末了 我和文丹也買了很多新的東西 我和文丹也買了很多東西 所以今天我和文丹一人一人 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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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的第一樣商品是OPI的精油指緣油 我從今年開始會做指甲 那我去做指甲的時候呢 美甲老師就跟我說 我的指甲算是很薄的 然後又很軟 他就跟我說我一定要好好保養 雖然我平常就有在用護手霜 但是沒有專門用來保養指甲或指緣的東西 然後我就上網查了一下就發現說 OPI的這一款精油指緣油還不錯 然後它的香氣因為是精油的關係 它這裡也有寫就是是SPA用的 我就很好奇想說買買看 然後另外呢我還買了一瓶OPI的指甲油 這一瓶是深綠色 它的色號是0337 因為之前穿涼鞋的時候 我的腳沒有做眉角 我就覺得有點害羞不好意思 所以就想說買一下這種指甲油 然後可以拿來擦腳指甲 你為什麼要在唇膏廣場裡 我沒有在唇膏廣場裡 我沒有在唇膏廣場裡 所以我沒有在唇膏廣場裡 我會喜歡用這一點 所以我會喜歡用手指甲油 我會選上手指甲油 所以我會選上手指甲油 大地色這種顏色我都很喜歡 那這個顏色我覺得很好看 還蠻推薦給大家的 好 那接下來呢 跟大家講為什麼我會喜歡這款紫圓油 它這個紫圓油真的是超級香 就是精油味 不是那種很化學的味道 你又一尿尿尿 喔 好香 對 這個好香 那這一瓶呢 它是滴管的形式 然後它這個使用方法呢 就是可以在這個乾皮的地方 滴一點點 然後這樣子按摩的方式 按整個指甲 還有你的紫圓 這裡最容易乾燥 喔 確實 這個要做的 保湿和核養都會浸透 這個應該是每日癒癒的方式 洗澡後使用的方式 你會很舒服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是可以保養到指甲裡面 可以滴一些在你的手掌心 然後用你的指甲尖端去按 這樣子的話這個紫圓油 它也會滲透到你的指甲裡面 這樣子也可以保護到裡面的指甲 這個是我看網路上其他人介紹的方法 然後我覺得還不錯 所以我也都會試試看 然後尤其是它的味道真的非常香 我推薦給大家 它這個雖然小小的一瓶 可是其實它的用量很省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還可以用蠻久的 但是我覺得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感覺都酸不緊 我轉給大家看喔 就是如果我這樣子轉 然後它會自己還這樣回去 然後它會自己還這樣回去 然後運燈的一隻目 來吧 來吧 我以前買了衣衣を掛けたまま チーマーで伸ばすっていうのが すごい憧れてて それでね 家電量販店行った時に こちら買いました しかもこれ 脱臭効果もあるみたいで すごい良いなと思って買いました 結構ポロシャツとか シャツとか着ることが多いんで 洗濯した後ってすごいね シワになるんで こういったね ものがすごい便利になります しかもこれの一番の利点が これ電源つけてから 19秒でつくんですよ 早い そう 普通のライロンだったら 結構1分とかかかるものあるんですけど これも19秒ですぐできるんで 今ちょっとね こうグルグル巻きにして ちょっとカッコ悪い状態なんですけど コード取るとね すごいおしゃれなんですよこれ すごいおしゃれじゃない? おしゃれです いけるよ 今水入ってますね ここに水が入ってます この水でスチームかけるわけです あとスチームの強さも決めるんですけど いつも自分はね 早くパパッと終わらせたいんで 高いのをスチームMAXでやってます 結構ね ブワーって出る 私の分も全部文端がやってくれてます そう これねめちゃめちゃ便利だなと思いました 衣類とかもシワがあるとね なんか嫌なんですよ 結構あの服も ハンガーにかけてます あと文端は家に帰って 座る前に絶対着替えます うん あのシワ残りたくないので そう シワとかなんか 摩擦とかで結構 衣類って崩れやすいんですよね それをね防止したいんですよ すごい服を大切にしてます ここはね水を入れるタンクなんですよ MAXとあと1000も入ってて ここ以上入れると これの容量を超えて もうこぼれてきちゃう これの利点ってスチームも出るんですけど 普通にアイロンとしてもかけれるんですよ これ二刀流がいいなと思って 二刀流 ちょっとねルーちゃん使ってないから 分かんないかもだけど 口コミとか見てると 女性はちょっと重いって感じる人もいたみたい あそうなんだ 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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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端は最近 シーマー生活を始めてました とても便利です ふふふふ 好那接下来是我的第二樣 イリシア的 痰润時空精粹 還有多效痰润美肌乳 イリシア最近登場率真的非常高 那這也是很感謝他們 有給我非常多的公關品 然後也跟我合作 讓我可以一直用他們的商品 之前的影片呢 已經跟大家介紹過 蠻多次的イリシア這個品牌 那這次呢 再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イリシア在日本 被稱為 椒肉眼蛋白專家 平時常連日本14年保養品牌 銷售No.1 那每天早上我擦完化妝水呢 我都會擦這一瓶美肌乳 那它是一瓶可以當作乳液跟妝前乳 還有防曬乳的保養型的妝前乳 擦起來呢 就是一般的乳液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質地會再偏向防曬乳一點點 有擦這一款美肌乳的話呢 擦完之後皮膚會比較透亮 氣色看起來比較好 也會比較有精神 那這個之後呢 我才會開始上妝 而且我覺得有擦這一款美肌乳之後呢 比較不容易脫妝 也不容易掉屑 可以和底妝結合得還滿好的 那因為戴口罩比較多的關係 有時候可能不想化那麼厚的妝 也可以只要單擦這一瓶就好 那因為它有一點修飾效果的關係 所以你單擦的話 臉會有這種很柔焦的美肌感 那也因為現在進入秋天的關係嘛 其實化妝水之後的保濕手腿就非常重要 我覺得這一款美肌乳讓我們還滿滿意的 那也跟大家說 我跟文娜其中會用的化妝水之一呢 也是一粒之二的化妝水 這一瓶呢 我們兩個已經用到第二瓶 這瓶它擦起來非常的清爽 然後但是又很保濕 我也是很喜歡的 我也是很喜歡的 很喜歡的 很像水一樣 很像水一樣 但是水是很高的 所以很舒服 很舒服 如果在早上有這個 和這個 用這個 對 文當 那我的話呢 是會另外擦乳衣還有雙淚 但是文當的話呢 他就會擦這兩個 對 自己的規定 然後 絕對抵抗 這個 絕對抵抗 很可愛 那接下來跟大家介紹一次 這個是文當他剛才說 它有被用的 彈亂時空精粹 又稱AI小白精 那我在Instagram還有之前的影片也介紹過 這一瓶呢 我已經用到第二瓶了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的空瓶 因為我跟文當的保養品都是一起用的 所以我們家的保養品用量真的超級大 那這一瓶AI小白精呢 它是精華 把醫師用在化妝水之後 那這一瓶很厲害的是 它可以兼顧到很多地方 例如它可以維持保濕啊 然後 改善肌膚粗糙 或是暗沉 那我自己在擦的時候呢 也會搭配按摩臉部的肌膚 來改善鬆弛的問題 因為超過25歲之後 真的慢慢這邊會往下降 所以我每天保養的時候 都一定會這樣子按摩 而且伊利斯的玩法 他們也有做過實驗 連續使用兩週的話 就可以感受到肌膚的緊實膨潤 那當然說這些是保養品的關係 很難說你一擦就會覺得 哇 我怎麼眼都會飛起來 有不可能 所以請大家 除了在擦這種保養品輔助之外呢 一定要按摩 非常的重要 那這一瓶呢 它是淡淡的清香味 它不黏你可是延展性非常的好 它有一點點會彈繫的感覺 我就是喜歡這個彈繫感 就讓我覺得 它完全可以把水分好好的鎖住 那擦過這一款小白肌呢 皮膚也會很透亮 就是有光澤 但它笑起來的時候 那個蘋果肌的光都非常的重要 然後我自己很喜歡AI小白的經驗就是 它可以強調你肌膚這裡的透明感 所以會讓你整個人看起來 氣色比較好 就比較有精神 那這兩支呢真的推薦給大家 尤其是現在台灣在舉辦中年慶慶活動 那Elise呢 它們也有推出非常多的優惠組合 大家可以去玩到C Plus的官方平台購買 除了價錢比較優惠之外呢 還有很多會員限定的活動 大家有興趣的話都可以去看一下 文章的第二個 文章的第二個 文章的部分 一下他用來自移民 我內臉使用是約15 Stone的 我會想把pickand makeup 你 Hebrew飯糰是用的吧 我以前是是我 我以前是一生的 每天都要長的2週間 每天都要做到的 這三種模式 首先是 超音波和胰温的 用古的隱藏 用古的隱藏 你把文章在那邊看的說明書 你不想看 他把他講錯了 但是這三種使用方式 很複雜 各種不同 首先是 把這個面子 前面 有些細膠質 有些細膜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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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音波和胰温的 有些細膜質 有些細膜質 可不可 有些細膜質 調整 用膜質 用膜質 蚊を濡らした状態で使用しないとダメです 哦 所以説明しないと 所以 最後のは弱電流が出るんですよ これはリフトアップなの 下から上に使うのがいいって説明書には書いてありました これねめちゃめちゃ本当にいいと思ってます 自宅で簡単にできるっていうのはこれの利点かなと思います あと言い忘れてたんですけど 付属品としてさっきのよりちょっと小さいのも付いてます お花とかやりやすいんで まだ使ってないよ バレたね この端を使えば 結構いけるんですよ 鼻でも なんでこうやって やってます www 那接下来呢 是我的最後一樣商品 是 ミラオエン的長靴 たたん 他已經有出藏在我的Instagram過一次了 因為我試穿的時候太喜歡了 所以我就買了兩個顏色 還有另外一個是 アイモリ たたん 這一款呢 我還沒有穿出去過 ルーちゃんが2個一気に買った時 我びっくりしたよ 那為什麼要買長靴呢 其實我想要長靴非常非常的久 對長靴一定有一個很大的憧憬 然後在日本只要超過25歲 就其實穿膝蓋以上的短褲或短裙 就會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露出腳這樣子 但是呢只要有長靴 然後再搭配短褲或者是短裙 就會看起來很時尚 然後你又不會有太多的露出部位 整體的整個バランス就非常的好 所以一直超級想要長靴的 然後呢 他這個地方呢 其實做的蠻大的 所以你整個腳伸進去的時候 看起來旁邊會有空隙的 你還蠻鮮腿瘦的 ここはちょっとあるのが ガルポン要素が入ってるのも お洒落っぽいのだなと思ってます なんでこれすごい好きです 私があまりそんな買い物しないので でもこれも本当買わないと絶対後悔すると思って買いました いや、ほんとね結構珍しいんですよるーちゃんが そうそうそう 即決で買うの本当に 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よ 見てもどうしようかなーとか言って 結局買わないパターンが多いんですよ でもね今回のは即決だったし しかも見てちゃんとね形保持をしてるんですよ あのるーちゃんが これは嬉しいなと思いました ありがとう あとこれも雨の日も使えるのがすごい嬉しい すごい雨の日に楽しみになりました よかった あともう一個の色がこのアイボリーです あの元々一足だけ買おうかなと思ったんだけど なかなか決めれなくて どっちでもすごい素敵ですよ もちろんあのコーデ合わせやすいんだったら こっち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 でもちょっと人味出したい時に またちょっとアクセント欲しい時に アイボリーめっちゃ素敵だなと思って アイボリーも買わ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ちょっとくすみがかかった色で これも結構ベージュっぽいよね あと一つすごい良いと思ったのが 非常非常好穿着 でなんかこういうのが すごいやりづらいなのかなと思ったんですけど でも試着の時にスッと入って なんかスッと出して これしかないでしょ えーそしたらね運転の3つ目 こちらです じゃん オーシャンのトリコというね商品なんですけども 普通のワックスじゃないんですよこれ これグリースっていうものなんですけど ちょっとねしっとりしてる こんな感じで結構 ほんとに ネバネバしてるものなんですけど 髪をね 艶を出すためにやってるんですよ 普通のワックスだと もう普通にただ髪を立たせるだけ このグリースはちょっとみずみずしくて 特に今パーマかけてるんで つけるだけで パーマが出やすいってのと まぁ匂いもいいですし 艶が出るんですよね なんかちょっとさ 俺が濡れ感のある髪の時あるじゃん それはよくこのグリースをつけてやってる あと私昔の太手バイトしてて このシリースがめちゃくちゃ売れるんですよ パーマさせてる方は このグリースがとてもいいなと思ってます あともう一点紹介したいのは このスプレー 耳入れのスプリールスタイリングスプレーなんですけど 前髪を上げるときは これを使って固定してます 結構ねワックスとかグリースだけだと 結構落ちてくるんですよね ドライヤーとかで固定する方もいらっしゃるんですけど 自分にはそこまで技術がないんで もうスプレーで固めちゃいます だから もう本当に前髪を上げたいよっていう方とかは グリースプラススプレー 使ったりとかするととてもいいかなって思います 好那谢谢大家收看ね 我们这一次的愛用品的影片 那已经非常久没有拍を 希望我们今天介紹的商品都有帮助到大家 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呢 我都把商品的资訊放在資訊欄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 大家再见 バイバ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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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